好来我们现在进入form trade 啊第三课的 g 的部分 loan repayment and installment 就是说贷款 然后还有他的分期付款 然后什么啊 银行为什么肯借钱给我们呢 因为他要赚我们的利息啊 所以我们跟银行借钱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要给银行利息咯 然后银行算我们利息呢 他有几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是flat interest rate flat interest rate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买车是用flat interest rate的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说 flat interest rate的情况之下 银行能够赚比较多的利息 ok 哈 然后 这个 interest will be calculated on the original run amount over the terms of period of the loan amount of interest charge per month 是fixed的 ok 接着呢我们有interest on balance interest on balance呢 就是你还了钱 然后你欠银行的钱就减少了 你欠了银行的钱减少了 你欠了银行的钱减少了 你给了利息就减少了 所以他这样的interest on balance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是理论上来讲应该是 会给的比较少了 ok 如果他的interest rate是一样的话呢 ok 因为你的那个一直在减少吗 你算的利息越来越少吗 到了后面几年给了利息就越来越少吗 可是前面几年的时候利息就很多咯 嗯 然后 啊 amount of interest charge each month depend on the amount of balance of the loan of the month so 这个呢是房屋贷款 我们跟银行借房屋贷款的时候 他是interest on balance 然后 然后呃 什么 我们放钱在定情fix deposit 然后银行呢 他是一年算你一次利息 啊或者是大大多数是一年算一次利息的 可是你买物质的情况之下 他有interest on balance 他是每天算的 ok 几天就算几天的利息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的房屋贷款啊 2月的时候就比较便宜 然后1月3月5月7月8月10月12月 就比较贵 因为这几个月31天 然后2月28天啊 2月特别明显 哎少掉很多 哇原来银行是跟着天来算利息的哦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total repayment呢 for flat interest rate 跟那个我们普通的i等于prt 再加上本金 所以a等于p加prt 所以这个不难 a等于prp加prt 跟我们平时的那个是 啊一开始的时候算那个saving的 simple interest的是一样 so flat interest rate跟那个simple interest 类似的 然后我每个月的话呢 要还多少钱 我就除多少个月了 这样哦 ok好来我们这一边呢 来看一看这个sci3g的这个部分 sci3g的这个部分呢 ok我们这一边就有他 alan呢他就跟银行借了万块 ok然后8年收这个是他的p 这个是他的t 然后哇1年8%好高啊 啊等于0.08 然后calculate the total loan repayment 所以p加prt咯p是6万咯 ok 然后6000 000 ok 再加60000 乘 0.08 再乘8年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哦他的这个会变成了这么多 ok 9万8000多 so这个i等没有就是a等于p加prt 这个 然后8年吗 所以我刚刚这个98400 ok98400 我除8年 每年12个月 这样我每个月只要还银行1225 而已 这个是我自己extra做的啦 ok 这个是extra的 这个我自己extra做 题目没有要求我做的 这个就是我的money installment ok我每个月还1000 所以我跟银行借 6万 我每个月只要还1000罢了哎 然后我就可以想办法做一些生意 然后一年能够赚到的利息是超过8% 这样才划算啊 啊不然呢 情况之下 你这么要无缘无故跟银行借钱来赚呢 ok 啊 所以在这边 calculate the total loan repayment 这个是这样 好 第二题 emmy要买一辆车 他的车的价钱是这么多钱 他给了10%的头期 然后剩下的他就跟银行借贷款 然后银行呢 给他的利息是R等于0.055 然后他用7年来还T等于7 所以他要我们还算他每个月要还多少钱 所以你看他他在这边这个是35500 哈 35500 他还了10% 这样他其实跟银行借了90%呢 所以他的PE其实是这一个价钱 so他的PE呢 是他跟银行借的是这个钱 PE是这个 就是说他跟银行借了31950 啊 他自己本身给的倒payment是多少呢 他的倒payment呢 其实是这个35500的10% 也就是3550呢 他给了3550呢 ok 啊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呃 这个是P的 31950 31950是呃 他跟银行借了钱P 31950 所以31950呢 再加上31950 ok 乘R0.055 乘TT是7年这样 所以他拿到的是这一个 所以他总共要给的钱是这么多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我就有那个 呃 A等于P加P RT 所以他跟银行借三万一千 然后他总共要还给银行呢 是四万四千 所以他大概要给的利息是一万三千左右啊 所以银行为什么肯借钱给你 因为他可以赚你的利息啊 啊 他还借你这样多钱这样久 啊肯定是要赚你的利息的啦 然后接着呢 我这一个44250 所以44250 0.75是我赚的钱 有没有欠的钱 我用7年来还 然后一年有12个月 我除7除12了 我自己本身习惯是这样 所以我每个月只要还500多而已哦 ok 所以这个是他的money installment呢 所以他的那个money installment呢 就money installment会是等于 424250.75 除7乘以12 所以他每个月要还的是RM526块7毛9 好就是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Ronnie呢 他要 呃 拿personal loan来装修他的物质 然后 银行给他的利息呢 是R等于0.051 然后P是7万5千 哇花多少钱去装修物质 total loan repayment and money installment that must be paid by him if his loan period是7年 所以他总共要给多少钱 然后 呃 9年 然后他 呃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 所以这一题他其实问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A 所以我这一边是7万5千 再加7万5千 乘0.05亿 5.1% 0.05亿 再乘以9年 所以他这一个跟银行借的钱 呃 哎 这样少 这样少 这样少而已 我在这一边我我我少放了一个0 哦 啊 所以他在这一边 呃 等下这一边又多放了一个0 这样 所以他总共要还回给银行 1万 没有不是10万 ok 哦 哇 他跟银行借 那个 什么 7万5千 然后 有9年来还 还回的时候呢 哇 就会变成了那个 10万啊 ok 10万9百哦 ok 呃 3万5 7万5 8万5 9万5 10万5 哇 3万多的利息 哦呦好多啊 哦 所以他的那个money installment的情况之下呢 会是等于109 425 除 9年 每年12个月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除9除12 我直接拿到的会是这一个 所以他每个月给1000块 就能够让自己开开心心的住在啊 他比较舒服的屋子里面呢 ok 啊 这样的情况 嗯 呃 呃看哦看你怎样取舍咯 你觉得那那那 dc 啊 啊值不值得咯这样咯 好 好 第四题 Kelvin呢 他跟银行借了这么多钱 然后4.6% 这个是P ok 这个是P 他的R呢 是0.046 哇 32年 T等于32年 他每个月给1608 然后 他前面的三年 这一种题目呢 基本上我在考试 没有看过了 然后呃他在学校的课本里面 课本里面有这样的题目 然后如果他考试在 考试出这一题出来的话呢 我觉得哇一定很多人死 为什么呢 他第一个月给的利息是多少 就第一个月给的利息是320 000 ok 这个是4个0 乘 0.046 乘 1.12 一个月嘛 然后他换成年嘛 所以他第一个月给的利息是这么多 ok 啊 然后 这个是我第一个月给的利息 然后我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还欠银行多少钱呢 ok 我欠银行的这个 三十三二 00000 减掉 122 不是 减掉 1608 1608 再加回 1226.67 你想一下啊 你想一下啊 你还银行1600块 然后结果你利息就给了1200块 所以你其实还了银行哦 300多块 接近400啊 所以你看你还欠银行的钱 哈哈哈哈 啊 啊 只扣了300多 ok 这么多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319618.67 319618.67 乘 啊 0.046 0.046 0.046 再乘 112 ok 这样 他第二个月给了利息是这么多 所以这一个是他第二个月给的利息 然后我第三个月的时候 我还欠银行多少钱 我还欠银行呢 就 三 ok 三 一 九 六 一 八 点 六七 三 一 九 三 一 九 六一八点六七 减 掉 我还银行的一六零八 然后再加回一二二五 点二零 嗯 嗯 所以我还是要还银行好多 哎呦什么那个利息有减少到吗 减少了一块啊啊 啊 ok 然后还是扣了三百多块了六百多扣到三百多啊 啊接近四百 剩下两百多了 ok 三一九 二三五点八七 所以哦如果啦我们有那个学这一种东西学学这一个房屋贷款怎样算了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为什么很多人哦他们呢那个房屋贷款还了很久 然后可是呢他欠银行的钱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到特别是前面三年的时候感觉上好像没有改变到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啊 因为呃你看每个月给1600里面的1200多啊是给利息然后只有300多接近400是给本金所以欠银行的钱还是没有什么减少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总共给了银行多少的利息呢 就1226.67 加1225.2 加1223.7 7 7四这个是7四啊不是7三是7四 所以他三个月就给银行给了这么多的那个呃 呃那个利息所以他的I等于I1加I2加I3 所以总共会是等于3675块6毛1 ok 然后课本里面的例子啊 课本里面的例子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还做了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一个3 319235.87 减掉1608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呃 1223.74 ok 所以他在这一边 那个3月尾的时候他还欠银行这么多 然后这个是他的批试啊 课本里面有算这个东西出来的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是不需要算出来的啦 然后可是如果考试真的是出出来的话 你的老师可能schema是跟着课本的 这样你还是写出来多写一个步骤给老师看 一下咯 ok 而且课本他不是讲这个是P2 这个是第一个月月尾的时候还欠银行多少钱 这个是第二个月月尾的时候银行称多少钱 这个是第三个月月尾的时候欠银行多少钱 可是这一个东西自动会变成第二个月 的总额啦 好 好 第五题 medaline 借RMX from bank A interest rate charge by the bank 是4% 所以他R是0.04 然后 呃 他还400 5年 然后 total money borrowed by medaline 他在这边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他是 flat interest rate还是reduce的那一个 so我当他是flat的那一种啊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呃 他在这一边5年t是等于5 所以我的total amount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total amount是x加x乘0.04乘以5年 他会是等于我的400块乘以5年每年12个月 这一些都是我的total amount 所有的a是1加0.2 这个是0.2 1加0.2 我把x抽出来 然后他这一边就会变成了400乘5乘12 所以是跟银行借了 要还银行24 24,000 所以我的这个1.2x等于24,000 所以我的x呢会是等于24,000除以1.2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再除1.2 所以我拿到的是2万 so他跟银行借了2万 你看我要检查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我的2万 乘2万 不是2万加2万 乘0.04乘5年 所以我要还银行 呃24,000除5年 除12个月 这样我每个月还银行400 对啊 好 第六题 Sally呢 apply house loan for这么多 from bank interest rate是这么多 所以这个是他principle R等于0.044 一年28年T等于28 他给1272 这个是他的 这一个他要找前面两个月 这一题就是刚才那一题类似的题目咯 然后呃 但是他是跟课本的那个一样的 但是他两个月而已 所以他第一个月的时候24300 0.0 0 乘以0.044 乘以1.12 所以他第一个月给了利息是891块 哦呦好多啊 ok 他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ie 然后我的pe呢 然后我的pe呢 会是等于这一个呃 24300 24300 24300 然后呃 减掉1272 所以他还银行1272块 然后他给的利息是891块差不多900块 所以他还银行300多 ok 所以他减掉1272 然后再加回这个891块的利息 ok 所以他还欠银行24200 200 24242619 所以我用这一个24242619 所以我用这一个242619 所以我用这一个242619 ok 0.044 呃 242619 哦 242619 乘0.044 乘1.12 也是880多样啊 对889 而减一个1块多2块这样啊 ok 所以这个是我的i2 好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总共给的利息是891 再加上889块6毛 所以这个加上来的话是1780多 嗯 so 我的这个 啊 i等于i1加i2 所以前面两个月总共给了1780块6毛 所以我还是那一句我的242619 ok 242619 然后乘219乘0.044乘112 12 的时候 这样 哎没有这个我我889点 呃603这个已经算了 ok 我要的是242619 我减掉 还银行了1272 再加上利息889 9.603 这样 我 哈 那个月的月底我还欠银行这么多 ok 嗯 242 242 236 这一个是我的P2 ok 好 好 第七题 Jolin 他需要这么多钱来买薪酬 然后这个是他的P啊 an only caliber to use one third of her money income to pay the money installment Kalun R等于0.04 T等于8 他是3900 他净多只能够拿他的one third one third的情况之下呢 是三分之一 所以3900的三分之一是1300 所以他只能够给1300哈 然后 will she able to reduce the run period to 6年 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 呃 不要看那个T了咯 我们T不看这个T变成6年了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是 可是他这边又没有讲他 他他 他需要这个钱 这样可能是 呃 他这个是给了头期了的啦 啊 so 他可能头期自己已经给掉一部分钱了 所以才剩下跟银行借9万了 ok 啊对了可能可能那辆车是10万的 他给了头期1万 然后还跟银行借9万哦这样 所以他这个是A是9万 9万4个0 乘 呃再加9万 乘 0.04% 乘6年 现在他讲要用6年来还啊 所以6年来还的话呢 他只要给银行这么多钱而已 然后可是这个我除6年再除12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变成1550 ok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是A等于P加PRT 然后我的money installment呢 会是等于111600除6年12个月 所以他是1550 10 然后 cannot 为什么呢 这个大过 ok 大过RM1300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答案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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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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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点